电竞精灵 这款游戏好几个月前我就想玩了 但是一直没玩到 就在上一个星期 我终于玩到了这款游戏 当初看那几个主播玩 玩的还挺有趣的 可以自己抽选手组建战队 玩上来还能教选手怎么选英雄怎么打游戏 再一个还真挺不错的 直到我自己去玩了几天 如果你要我在这几天游玩中 比特广游戏一个评价的话 那就是客 你想在职业联赛上暴打对手 不需要练习你的什么兵线意识 也不需要练习配合 你只需要准备一个刷卡机 在打比赛的时候开始刷卡就行了 我刷的钱多我就赢 你刷的钱多你就赢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从头到来 首先这游戏是我在今年的4月份左右就开始预约的吧 我记得 然后上个星期有一天早上看掌门的时候 突然开始下载了 只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掌门上面下载的游戏一直不成功一直失败 所以我领不了掌门上的特殊奖励 行 我直接去应用三层下行吧 那刚刚点进应用三层 在1.8的屏风下面铺天盖地的慢慢身 实在是有点劝退 但我可不是那种提醒别人说辞 来判断一款游戏好坏的玩家 所以我必须亲自品鉴一番 进入游戏就是非常经典的星楼教程 经典逼得你点这个按钮 还有这个非常经典的给你两三个选项 但你只能点一个按钮 英雄的商业不知道为什么看的很别扭 就12级的左翼可以晕到9级的卡莎一套下去只打五分之一的血 然后我再来11级的节目给你三段Q吃满也掉不了多少血 玩12的球女给你一个R5个也改变不了战局 怎么看怎么别扭 那星楼教程结束后会有一个很强的打能机对局 就是让你熟悉一下这游戏的操作 我一开始还挺认真玩的 就是班英雄的时候考量了对面选手擅长什么英雄 对面的阵容搭配 再根据我们的选手擅长什么英雄来搭配一个完美的阵容 一开始还真的给我一种我在交准打职业的感觉 在对局中下达了指令 选手按照指令形式然后拧压对手 真的给了我一种职业联赛我来我也行的感觉 只是没打两把我就发现了一件事 那就是这些选手还有我好像就是个板子 这些人比起选手来说更加是承载着战斗力的载体 就是说你让中单选个家里要出来队线妖姬 只要战斗力够高他就只能三级把妖姬打回家六级约妖姬打 你让打野选个扎赫他战斗力够高还能入侵炎雀的野区 然后直接单杀炎雀 反正就是你战斗力够高你选啥都能赢 不过当你和对面的战斗力差不多的时候打起来是挺有意思的 我把战斗将军打完之后这盘牌终于不教我玩游戏了 随后我领到了我蛮喜欢的一个选手 一键领取 卧槽 B 卧槽 B 然后我再玩了一下抽卡抽到的抖音笔 把战斗主角玩的时候就去打RNG了 打战斗力低的对局其实根本没有一些敌人 就实际上你根本什么事情都不用干就能赢了 这游戏不是打那种小团战或者大团战的时候 技能会拉大然后我们可以教职业选手怎么玩游戏嘛 实际上这个技能的伤害基本和PA差不多 没有伤害的你PA打多少血这个技能就打差不多多少血 然后控制技能虽然说有眩晕 但是你在用技能的时候其他人的时间是暂停的 他们不会在你控制的时候下来搬你啥的 所以这导致你眩晕完了你的动画播放完了 他们的眩晕时间基本也就结束了 所以实际上如果不是你的战斗力和对面的战斗力差不多 你的游戏体能就是你小时候看奥特曼想象出一个游戏手柄 然后操纵了奥特曼打怪一样 有你没你都一样 放几个按钮上来让你感觉你有在玩这个游戏 你实际上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干就可以了 你那选手会自己把敌人给解决 我也不清楚为什么这么设定 就算是英雄联邦本体经济差非常多的情况下 比如说对面普遍比你们能多一件装备 一个完美的团队还是可以翻盘的 比如说球女1个RR中5个 或者什么石头能K到5个人这样 但在这款游戏中是不适用的 可能是为了让充钱能够有游戏体验吧 只要战斗力够高 你技能就算全中了 人家也是基本不扣血的 我是说字面意思 卡牌这波 先不要卡牌 炸哪呢 蹦 蹦 怎么才这么点 我以为打挺多伤害 怎么这么点 才这么点伤害吗 卧槽 进 卧槽 卧血 一枪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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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个血皮都没刮掉吗 这么垃圾啊 你就看这一波团战 实际上我就算是战斗力高的那一番 我扔技能也扣不了多少血 敌人就更不用说了 扔技能打我根本就不掉血 但这游戏的平衡的伤害巨高 为了就是让你战斗力低的人 没办法靠着技术翻盘 逼得你提高战斗力而不是游戏技术 那这战斗力设定有多不公平呢 就我中单抖音笔选的家里奥有7900战斗力 对配人均1500战斗力 所以抖音笔可以玩个家里奥追着5个人推上高地 我都看傻了 玩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 这游戏连眼都不带眼 直接比战斗力不打了 你点个按钮 两个战斗力给它对碰 然后你就打赢了直接联赛 可以 非常有电竞精神 不过那种重要的比赛你还是要自己去打 只不过由于我玩到这里 已经知道这游戏的尿性了 所以我就很好奇 如果我真的选个什么非常蠢的阵笼去打职业 也能赢吗 答案是可以的 就我这把故意选出这种 别说职业了 你自己平时打牌会跳得多加秒的阵笼 但我还是赢了 本来想选更蠢的阵笼 但是游戏英雄不全 很多英雄没有 可能是选手没精确买的吧 也有可能是后面达到一定等级 可以花钱抽一英雄 后面玩到一个小时半的时候 我卡关了 打不过了 你怎么操作都没用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 那打不过怎么办呢 要么出天要么干 干就是每天上线经典清一下体力 做一下活动和任务 说是清体力实际上就在点这个扫带 玩是等级上去了材料够了 就升级一下自己的选手 战略一上来了就可以压着对面打了 根本不需要啥技术意思 反正你技能就算打中五个人也没伤害 还是看战斗力加的平A伤害打团 这个什么抉择 实际上就是收威高级版的石头剪刀布 为什么说是高级版呢 因为原本的石头剪刀布 你输了就是输了 这个输了 可以用战斗力拿剪刀打赢石头 所以选择都差不多 没啥区别 那这游戏我为什么玩了好几天呢 因为后面你可以拿到AUTO和UZI 这我不可能不拿对吧 但实际上没啥区别 所有选手都是看战斗力说话的 你战斗力够高 你出门就比别人多攻击力和血 玩是一样的经济 你上还比别人高一圈 本来这游戏的潜力挺大的 就我前几个月看别的主播玩 还觉得战斗力挺好玩的 就不说别的 我认为这是一款主打着选手和职业联赛的游戏对吧 但游戏内容却是抽卡加十九二部刷二刷 职业联赛没给我感觉到 实际上感觉是在打可以班英雄的职业大战斗 选手的特点那是一点都没有 谁战斗力高就上 谁变成了游戏的玩法 你喜欢的选手想上场 但是战斗力很低怎么办 简单冲钱变强就可以了 你知道那我们好好了解选手吧 就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故事 为什么没有什么剧情模式 就我们可以像玩gettle game一样进入选手的人生 然后我们作为选手的经理和选手共患难了解选手 每个选手打什么比赛 我们都可以在旁边指挥他一下 选手会跟着剧情发展慢慢变强 而客进部分就是正常的续约选手 比如说这段剧情结束 你想看下一段剧情你需要跟这位选手续约 同时你也可以退出剧情模式 使用你最喜欢的五位选手和别的玩家PVP 但是不行这样就挺好玩的了 太好玩不符合游戏理念 所以你只能继续玩我充钱我打爆你 你不充钱就慢慢点按钮轻体力游戏吧 那这就是我玩了几天这游戏对这游戏的看法 或计这游戏还有什么装备和英雄的什么设定 我是玩不到那里了 那我想这就是本期视频叫求永远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给大家三个人关注 我还持续更新更多搞笑视频 那就这样吧 我是凌虎 我们下期见